東京改倉車展是每年一月舉行的 今次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車展的小攻略 車展的位置是在海濱莫章 來東京大約是45分鐘車程就到了 車展的停車場每天的泊車費是1500日圓 會有專人帶你去泊車的地方 不用到處找位 停車場還有很多漂亮的車可以看 來海濱莫章還有另一個方法 就是坐JR 由東京站坐經驗線就可以來到海濱莫章 但拿了車後要走半公里才會到會場 沿途也會有工作人員拿著牌告訴你怎麼走 但一月走這條路也挺冷的 因為海濱莫章真的在海邊 買票可以預先在Family Mart、Lawson等便利店買定 便會便宜500日圓 不過現場也有很多人不買黃牛票 可以在門口買到票便馬上進來 主場館是Hall 1-Hall 8 還有一個副館是Hall 1-Hall 1 而星期六日只需2500日圓 喜歡購買汽車精品和Sauvinia的朋友 一定要帶一個call gift 因為在每一間廠都有些精品 福袋 不同類型的汽車用品 甚至是改裝零件 這裏都可以買走 很多車廠都會有會場限定的商品 大家就要逐間逛逛 留意一下有什麼特別的東西買 每年必買的一定是TOMICA 每場限量的車仔 一套有四架 每年都排長龍 還有如果是星期日才買 應該會被人買完 Hall 9-Hall 11 要走出去外面 過天橋在另一座建築 比較小的廠商都會放在9-11 但都有很多精彩的東西看 今年其中一個重點項目 當然是要看Toyota的新Supra 另外還有Honda最新的電動電單車 喜歡看改裝Supercar的朋友 可以集中看Core 7、Core 8 大部份的超級跑車改裝系列都在這裏 無論是經典的超級跑車 還是最新的盧斯萊斯SUV 都有改裝商去改裝 希望下次在改裝車展可以見到大家 Bye Bye Hall 9-地下 感谢观看